小姐 琪琪慌慌张张地跑进屋 门还没关好 已经气团续续地开口 小姐 你带她往这边来了 琪琪看着荣华手里的东西 小姐快把东西藏一藏吧 玩了就来不及了 荣华想想 也怪不得琪琪会慌张 现在她手里拿着的是一件男人的披风 要是被大太太看到了 那可不得了 在鬼房里拿着男人的东西 就算她再在爹爹面前受仇 也难偷加把重责 更何况 她只不过是一头树图的小姐 玩下这样的错 大太不会对她手下留情 可是今天不同 爹爹拉着她的手答应她 只要她说出行李的人是谁 爹爹就会替她做主 这件披风 也会由爹爹亲手交给她 她本来不该将爹爹去告诉爹爹的 出处了小姐 说好爹爹是小姐 其实不过是一枚地位被见的棋子 将来的命运就是任由别人摆布 只是她和福利的其他输出不同 爹爹因为看长得 就像生物而一样的缘故 对她格外的宠爱 就是这份宠爱 让她运约了整体小姐的本分 赫然到处藏在心里的秘密 中华微微一笑 项链上带出几分甜蜜 她也没想到会遇到她 要不是爹爹将她带到仓属楼里 去摘扫树木 也就不会有这一段姻缘 每一次见面 她们都安排着小心翼翼 都没想到还是不